同樣都是高股息 你該買中國高股息 00882 還是0056 00878 00919 00929 有點像我們小時候玩的大富翁 機會命運請選擇 要選擇台灣還是選擇中國呢 當然是我愛台灣 並不是殖利率越高越好 必須要回歸到基本面 產業面 你有良好的經濟 良好的公司 還有良好的殖利率跟穩定的配型 就中長線而言 全球的經濟成長的態勢 還是要由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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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一下投資必修課 同樣都是高股息 你該買中國高股息 00882 還是0056、00878、00919、00929 這些四大天丸四大高股息 ETF呢 哪一個咧 每次練這個高股息我嘴巴都好喘 快抽筋了 幸好我中氣十足了 我去游個泳 跑步 桌上的游泳打麻將 沒有啦 看一下啦 我才想打 過年再打一次而已 會打打一些些啦 經歷都在看股票市場 好不好 不過我們要找三位 哇經歷也是非常雄厚的 而且股市經驗 哇一二十年 哇江江老師二十年以上了吧 江國中老師分析師你好 我說關分析師二十年了 哈囉大家好 差點被你講成LKK的 OK 最近他 LKK是Coco 老Coco 最近大陸股市有那個 就市政策的就市 極短線造成他們的漲幅 確實比台股 極具的吸引力 所以有點像我們現在小時候玩的那個大富翁啦 機會命運群選擇 那選擇台灣還是選擇中國呢 當然以感以情感而言當然是我愛台灣啦 當然還是台灣好 優良的企業然後波動的這個幅度不會太大 特別是0050、0056有沒有 它是非常非常穩固的 所以基本上 這個大尾請哲學老師 給我們更深入的剖析之前 我還是先投台灣銀票囉 好 台灣銀票啊 十年和東、十年和西啦 哇兩千年之前 哇大家討論的是 哇應該是不是要進軍大陸市場 有沒有看到 有 之前首富郭台銘 就是進軍大陸市場嘛 現在討論的是說 哇要立足台灣啦 所以到底現在到底是要買中國高股市 還是台灣的高股市ETF呢 江安老師講的蠻正確的 江安老師大家記得加 第二位 陳坤仁芬醫師你好 老師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也投我們自己的國內的一票 當然等一下還是請陳坤老師完整的說明 那我為什麼要投國內的一票 原因是因為 如果你真的要看基本面來說的話 我覺得並不是所謂的殖利率越高越好 或者是說 你必須要回歸到公司的基本面 或者是回歸到一些產業面下面來 那假設如果你有良好的經濟 然後你有良好的公司的話 那才有良好的殖利率跟穩定的配息 可是如果有一個波動比較大 或者是比較不可控 甚至政策就要讓它狂漲或狂跌的話 那種相關的股市會比較偏小心一點點 所以待會就請陳坤老師完整的 來跟大家做分享囉 好謝謝兩位老師 坤老師的LINE也要記得加好不好 第三位 謝承諺 古怪教授 可以散談沒關係 就由我吧 來吧 古怪教授的LINE怎麼加 很簡單 就是我們把手機拿紙 三個老師都可以加 點標題 像今天標題就是中國的高古CTF 點完以後 有沒有 點標題就可以有連結了 三個老師都可以加了 老師 陳老師你好 你們螢幕情侶也不錯 因為我跟你講 從他看錯我們兩個是螢幕情侶 對啊 一名老師就好像不喜歡你的 就是出去 啊 就是這樣 欸我今天兩個蠻合的 特別的驕傲 你看他的肚子被我弄大 你該不會是因為陳彥老師才離開 要離開 不是不是沒有沒有 沒有 跟他沒有關係 你是說 對他都欺負我 你也看得出來喔 有沒有欺負肚子 好啦開玩笑 我欺負的時候有關燈啦 要關燈喔 他表情 有沒有覺得他情緒起伏很大 對對對 怪怪的 所以還是關燈好了 孕婦有時候是這樣子 還是關燈好了 那是魔人樸 石破帽 石破帽 石破天津 日本首相 真的一選上 自民黨的黨魁 我們這個哏 爛哏我們前幾天就用過 好好好 不要再用了 那是那天你沒有來 我們一聽說石破帽 我們就叫石破天津 好不好 石破帽有用 不一定啦 看誰用啦 有眼磨的破屋 所以我們只要演一下 沒錯沒錯 石破帽 來來來 Coco 你好 好我有那麼不好看嗎 沒有啦 他可愛多了 我說石破帽可愛多了 真的 石破帽好可愛喔 好來 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鹿港股真的是全面噴豬了 因為 這一次噴出的一個力道 相當的一個強勁 那因為我從 低點反彈33% 說實在的 我2010年 就到香港 我整整在那裡待了10年 後來也是因為 受不了 香港反送中 其實我也擔心 你知道他們那時候在抗議的時候 那個 那個雨傘運動的時候 我還從 那個上環的碼頭上岸 旁邊剛好在丟汽油彈 到汽油彈喔 真的就在我旁邊啊 那時候立法他們那個立法院那邊啊 所以你說 反分裂法後以後就沒有 就比較 其實 就是說就資本市場的角度來講 台灣還是屬於 這個資本相對自由的一個地方喔 但是因為香港跟 大陸喔 那基本上還是政策主導比較多 老師你怎麼會想要去 在在香港待那麼久 可是現在我覺得 我覺得 我說實話 我覺得我不能公為他們的服務態度啦 因為沒辦法 因為台灣被你佔據啦 我就只好到香港去了 哈哈哈哈 謝謝 是不是 你還是回來啦 喔還是回來 因為一山不容二虎嘛 但是後來我發現你根本是子老虎 所以我就無所謂了 哈哈哈哈 開玩笑開玩笑 哎呦哎呦哎呦 母老虎啦 應該是說母老虎 這件事情你要等了10年才知道 欸對對對 因為我發現 欸原來是母老虎啊 那 最近因為他這一次的噴出 你會發現很一致性 不管深圳 上陣 還是橫生還是國企 所以代表這一次啊 資金啟動的行情相當的大 因為跟過去不一樣喔 橫生欸 我跟你講喔 中午之以孩就算了 過去可能 譬如說只有深圳會衝 或只有上陣會衝 其他香港可能沒跟上 或是只有香港衝一下 那他們內地的沒跟上 可是這一次全面性的衝刺 代表這一次政策性做多的 態度是很明確的 很多人不知道26%什麼感覺啦 好不好 台灣股市2萬2嘛 對不對 26嘛 大概一天 大概一個禮拜 漲5500點啦 對 5500點 直接就衝到2728 公老實在講就有感覺 對 5500點 很可怕 一個禮拜漲5500點 兩個禮拜的時間漲5500點 就是我們本來在1萬 然後一個禮拜後就 1萬2500了 1萬3啦 2萬就大概2萬5千年啦 然後接下來怎麼辦 那種感覺 2萬一下2萬5千年 那當然我們去講一下就是說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它可以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這麼強勁喔 當然第一個我覺得 中國股市整理了至少超過3年以上 我覺得至少3年 就要看你要從高點開始講 還是足底這段時間 所以這一次我覺得 也是因為 這個鮑爾降息以後 我覺得中國也覺得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順應的來 來降 降準也好降息也好 那這一次第一個降準 第二個降息 我們直接看一下下面的救市政策 第一個降準 降準代表銀行能夠放出來資金變多 那目前看似一兆 據說年底之前還有一次機會 他們已經先透露了 就說我年底之前還有可能再一次喔 還可以再寬鬆喔 不行再寬鬆 也就是說沒關係啊 你們不要怕 我就盡量撒錢 聽說以後中國大陸還要數字貨幣 沒錯 直接反正鈔票裡面 直接用數字改一改就好了 直接改就好了 因為這個就是數位化的好處嘛 然後再來就是 這一波 這幾年導致這個中國整個經濟下滑 最嚴重的問題就是房市 那現在要舊房市喔 第一個存量房貸的利率 降喔 存量房貸其實就是你 還沒有還完的房貸 也給你降息喔 然後再來是你住房要再貸款的比例也調高到100% 就是比如說以前我以前可能中國大陸5% 哇 很多都不降啊 5%就我還不起啊 擺爛啊 我現在都給你降 以前固定率都給你降 那降下來以後當然第一個你能 用的資金一定變多嘛 違約率也會降低 再來就舊股市舊股市這邊很猛喔 就是說 你證券基金保險公司喔 你可以用你旗下的金融商品跟他們的人民銀行 就他們的人行就我們所謂的央行 來抵押 拿到現金 拿到現金後 但而且拿到現金只能做什麼 只能去買股票 只能買股票 那這樣你聽得懂嗎 我聽得懂 你把東西拿來抵押只能買股票 你就是逼我一定要買股票 對啊 然後再來 大家都買我不買不行啊 對 就說你為什麼 他們 而且我跟你講他不像 他不像我們還會很含蓄的問 他就直接打電話問你 你要怎麼買 哲哲 你為什麼東西沒拿來抵押 對啊是叫你要抵押 這樣你要買喔 你現在是怎樣瞧不起我們的政策嗎 還是有什麼想法 果然在香港都知道 就是這樣 而且很兇喔直接講喔 那那種電話一響你就 腳就開始 因為他後面要怎麼弄你就不知道你一定要配合 然後再來就是說 股票回購回購這很猛嘛 就是說上市櫃公司 他們沒有所謂上櫃應該說上市公司 基本上 我一樣 公司大股東我借錢給你 麻煩你去回購 所以他現在就是逼著 用各面向 要讓 整個資金進入到哪裡 進入到股市 就算他知道公司可能最近不太行 他也是會借你 你就去回購就對了 那你要買你不買也不行 就是我們所謂的收購 庫藏股的概念 但是你會想說我收購庫藏股我沒錢 我借你啊 對啊 我借你啊 啊你錢從來來我就數位貨幣 我就key一下就好了 這數位貨幣還沒真的實施啦 就借你啦 就借你啦 就這個邏輯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所以 這個我們今天要討論當然就是中信中國高股息 008825252 這台灣可以的 那這台灣可以嗎 5252 5252 你要開玩笑就說哎呀那個 8825252 打美樂 打美樂 打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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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好 那 那 現在大家就開始開玩笑 打了沒打了沒 要下882 我252 你剛才說我是老虎 要打 打老虎 要辦 要辦 棒打老虎 棒打老虎 雞隻蟲 雞 雞 雞隻蟲 雞隻蟲 哎呀輸了輸了 沒辦法 怎麼會這樣子 好冷喔 好來 那 你看喔 他這個高股息這一波就大漲了24% 20.2% 所以很猛 高股息 高股息 高股息一套 今年 再展一整年 那當然一開始 不管江南老師也好 我們這個昆仁老師 大家都在講說 那 我想很多人也在問嗎 那這個很厲害 我買這個 你要買這個就好了 因為今年高股息又不強 但我們想 我們必須要去思考 940還賠錢 你可以好好讓我講話嗎 不然你來當來賓嗎 好我們互換一下 是不是 好不好 那 所以我們現在要問的是說 對不對高股息又不強 對不對940還賠錢 哎 什麼 又講了一遍 我搞 這名字主講的那個 真的是 不然你來當主持人 可以啊 這樣我就不用講話 那這樣子 通告費還是可以領嗎 還是可以領嗎 通告還是給我 那我們看一下 高股息882的部分 其實我們 目前真正的中國高股息 在台灣能買到就這一個 所以我們就拿這個來比 那因為我們 高股息很多 很多大家熟悉005600878929999 當然你可能會問說那為什麼940不拿出來 944不拿出來 畢竟他 掛牌的時間比較短 來我們來看一下 先比較一下追蹤的指數 878後面這四個是我們非常熟悉他追蹤什麼指數大家也非常熟 但是中信中國高股息我特別解釋一下 他追蹤的是恆生中國高股息率就說這些股票 基本上都是在香港掛牌的高股息 高值利率 高股息率 他們叫股息率 說法上稍微跟我們不一樣而已 但就規模來講其實這一檔 其實 只有超過400億 當然我覺得跟 這段時間長期套勞 大家資金跑到台灣的高股息 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你看我們 我們自己本土的 有列出來這四檔 隨便都超過最差都超過2703億 那就成分股的部分來看 其實 都差不多50檔30檔大概都這樣 那我們看一下 重點 我幫你講一些 你要講什麼 不是有時候我在旁邊你看就結巴 我會發現 我沒有結巴我哪裡有結巴 有有有 自己覺得Coco有沒有一點點 我沒發現 對啊 不要那麼在意嘛 你想講話就講話 不要一直找理由 歸馬3000多億 那 殖利率的部分 其實早 最早這一檔 882剛掛牌的時候 其實也是號稱有到8%以上 400多億 400多億不要覺得少 以前覺得還不錯啦 但是現在我們的高股息起來以後 這個400多億你就覺得 其實不是那麼多 那就殖利率的部分 其實我們自己 這四檔的殖利率相對來講 是好非常的多 因為這幾年台灣股息太熱了啦 太熱了 好 那這裡我先停一下 就是說 當然這裡面我們 不能只光討論殖利率 因為很多人說 殖利率好 那我們要討論幾件事情 到底你現在如果你要去買882 你到底是因為他殖利率 你覺得6.5還不錯 甚至未來會更好 這第一個原因 是這個原因嗎 還是你覺得我們的 8.4以上 以後會變少 因為這兩種可能性 不太一樣 這不太一樣 好 再來 有一種情況是說 其實我會搞不懂 殖利率 我就覺得最近這蠻強的 我要買他 我只是要賺價 我覺得投資就好了啦 我覺得也有 因為這殖利率有時候很難去預測啦 但是說實在的 我覺得如果你 時間要拉長的話 我是對我們自己的高股息比較有信心啦 對不對 我講說時間拉長 就是經濟長期的表現 台灣的財報稍微透明一點點 對 那你說這邊的高股息 我們繼續往下看 我讓各位去理解 因為就目前來講 00882的成分股 你注意看當然他 他每半年也會換 目前主要是金融 金融股為主 那原因很簡單因為 中國這幾年大部分的產業 都不賺錢也配不出息 所以 大概就剩金融 他勉強還能夠 有穩定的獲利 然後能夠配得出息 所以如果你仔細看一下成分股 你就會發現 像你看第1個是非賀 非賀是做什麼的 就是配方奶 就是 配方奶 像譬如說如果你以後餵不了奶 你就用配方奶 懂我意思吧 然後 可是 其他大部分就是銀行金融相關的 但你看這裡面也有統一企業中國 那說實在的 如果我認同統一企業中國 那我買我們台灣的統一 意思是一樣的嘛 那如果你覺得康師傅很厲害 台灣有沒有類似 這個通路型消費型的 這個個股其實也是蠻多的 所以 我覺得這邊只是因為 剛好 為什麼這一波他會大漲 我跟各位講一個很簡單的原因 錢砸下去就會漲 錢是一個原因 因為他裡面都金融股 那因為你這一波就是 然後又放水 然後又降息 又幹嘛的 金融股一定跟著上來 我覺得這是一個原因而已 金融股最知道那個 內線消息 而且我坦白講 他會知道說你這次要我借錢去買股票是真的還假的 不會知道政府上面的政策是真的假的 順著你講這句話 其實 在政策還沒出來之前港股已經大漲三四天了 為什麼原因很簡單 因為上面早就已經電話講了 接下來10日政策 就說你要相信這次是真的 而且我跟你講你要全力配合 他們一定都是這樣講 好 當我政策施行的時候你要再砸 砸錢 你蠻清楚你要說為什麼要在香港那麼久 對啊 對啊 我去香港就去這個三天我走了 就說三天 夠久 夠久 三天應該夠久 10年太久了 太久了 然後我們來猜一下好不好 10年之前 10年之間是不是 有這首歌 比較之間啦 不是之間喔 像他做什麼壞事一樣 看一下 10年之前 我不認識你 你不屬於我 我們還是一樣 陪在一個陌生人左右 走過漸漸熟悉的街頭 有沒有喜歡他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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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覺得 大家覺得在一起 這個 我該說什麼呢 在香港10年 10年之前 對不對 這10年之前 那 如果我們看我們自己的其實 差別在哪裡 就是說 大部分還是電子股比重比較高 因為 香港就是一個金融重鎮 金融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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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這個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差異性 好 來 那我們繼續往下 繼續往下 那其他三檔像0056也好 929或919也好 929是電子股100% 其實你說 金融股 因為 929一定都科技 當然就是電子 台灣科技 所以 你說 要用金融去對比 當然就會有一個落差 所以 你要選哪一個 我覺得重點 當然還是未來中長期 可能的表現 好 那我們繼續往下看 那我們把它比較一下 今年以來當然 882很強 相較於我們其他幾檔股票 但是如果我們就近 三年的表現來講 你看 919甚至大漲 87.6 所以簡單來講 應該是說 882層級的非常久 阿母啊 我要出發了 這是幾年 對不對 然後好不容易就 上來了 阿母啊我愛贏了 我出發了 我出發了啦 吃T5公司 那這三年表現不好你就知道 所以 那如果扣掉這25% 坦白講這幾年 蠻辛苦的 那當然你說蹲久了戲台就是你的 可是我們不曉得這個 戲能演多久 我覺得這個點我們稍微 保留一下 那就電子股佔比來講 其實 就中長線而言 全球的經濟成長的態勢 還是要由電子股來帶 要不然 前幾天這個坤老師不是有在講 那個 是坤老師還是 江老師講的 揮答 被禁止 對被禁止 中國的禁止 中國禁止揮答的 對 那 如果是這樣 那未來他們的電子產業的表現會如何 我覺得就是 問號 就表示 表示大家對電子還是比較看重 可是他電子的比重 相對比較少 但你說以後搞不好會調整 那這裡 可能要等以後再說 以後再說 中國有些金融股以前很會漲的 老師 對 年化殖利率 年化殖利率的部分 當然目前還是以台灣的高股息 比較多 但是你屁股遮出來 好 就像919 919 919是最多的 11.5 老師為什麼這個勝 這看起來報酬更高 應該說滿三年的來講 滿三年 滿三年 因為這個不滿三年 對這兩個 兩個 39或87 所以有沒有可能 剛好搭上這一波 對不對 因為那個 這個正54.5是 0056 0056 有經過2020年的空頭 沒錯 來 請問一下這個 Sport什麼 Sport帽子 Sport帽子 Sport天津 Sport天津 你再回到剛才那個成分股那個部分就好 我很快的 帶大家看一下你就懂了 其實你會發現它裡面其實有很多的 這個銀行股 很多的政策股 那其實 大陸是政策士啊 所以跟著政策走的股票一定會受惠 大陸 所以我覺得 基本沒有用 譬如說習近平主行講哪一句話 講哪個產業 先暫停再說 對 確實是這樣 那所以如果是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那當然你要做價差 我覺得就沒有 這一檔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好 那我們來 這個幫各位做一個結論 第一個 今年以來的績效 很強 可是過去三年其實遠遠落後 殖利月落後 那未來有沒有機會跟上 如果你覺得說 跌升就是最大利多或是 落後就是最大利多也許可以 但是 如果你要用中長線去想那你就要回到 基本面回到 總體的環境可能還要再觀察 那至於你說舊市是不是就能夠推升 這檔ETF我想一定是 這個我認同 這個我認同 而且三年沒有 沒有用了一用當然就要用三年 對不對 這個你懂我意思 像我很多人說什麼一年做幾次我只有一次 因為我一次就一年 就這麼猛 好不好 但我想 股市 你說你做臉 做臉 伏臉伏臉 伏地挺身 那中國就是我覺得後面能不能 整個帶動經濟這一次的 11長假回來以後 很多人因為開始 去評論他們的消費狀況 如果消費沒有上來 那可能股市跟經濟 還是沒有完全掛勾 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不好 一直沒有站起來 一直就做 做一年 真的 真的辛苦了 要站起來 我跟你講 而且做一年以後 要站起來有點會不穩 會站不穩 就站不穩馬上又下去了 真的真的 不容易 這時候要靠一些 外套不錯 最近找很多 這位套看起來不錯 對不對 最近在 再 不能撐他下去了 其實你的西裝不錯 有質感 好不好 我們請教兩位 一樣有質感男人 菅老師什麼想法 是 我們看剛剛有超級比 比那一張 近三年表現 還是台灣的 向著0056 直接勝出 那我跟各位分享 我對ETF一個很棒一個 操作的一個方式說 因為它裡面包含蠻多前資股 所以每次 趁台北股市 大跌的時候 比方說 8月5號不是跌了1800點嗎 9月初不是跌了9999點嗎 對 趁那個時候 買ETF 短線這個 獲利 這個價差 比較可以容易把它 創造出來 就是 趁大跌的時候買ETF 這種高股息的ETF 看哪一種 不行 這種大跌的時候 買市值型的 買高股ETF 有時候是不錯的標題 大跌 你說中國 你說 總不可能 中國的產業全部都毀滅 怎麼樣都有內需 老師講到重點 昆老師來 你看一下 因為其實中國市場 說好做好做 他說不好做也不好做 因為他們就是一個政策導向而已 所以 只要看著習近平 比方說他這一次講到說 努力提振資本市場就噴出去了 所以他這個政策如果能夠持續的話 他其實就會繼續漲 如果到時候看到 沒有政策了 或者是就消音了 那這邊就會是這個短線考點 所以這是一個操作的一個美高的地方 好美高的地方 謝謝老師 要記得加三個老師的LINE 然後怎麼樣 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 或者抖內我們 贊助我們 在按讚旁邊有個超級感謝 是的 為什麼因為我們沒有業配 我們沒有業配任何ETF 沒有收這些 食物也沒有 沒有 這些餐廳都沒有抖內贊助我們 也更不會出貨給你們 有些節目會跟你講 一些很奇怪的股票 我們通通都沒有 所以 歡迎贊助抖內我們 一千元一百零號 還有每週一到週五 晚間八點三千 一張解排名二十四教學一篇 謝謝光臨 瘋狂股市 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ee Fee Woo 大局大力多 好不好 這個很重要啊 財政業我都親自降臨了 是不是 一台老師 唱歌 然後歌神 什麼 邏輯 買這套 教育之前要考慮自己 走 瘋狂股市 福利社 你先告訴你 人家 二月一周 瘋狂股 閃先 開始搶打 瘋狂股市 瘋狂股市 哇 你的嘴巴好厲害喔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該如何財富 只有誰能快點告訴我 你會好 不要讓情緒錯過 怎麼大腹 感覺好像盯著我 我最高殺地的經驗真的痛 誰要紀律 我確實貌一通 I know 看空出下 球 都有我跟 在你左右 賣酒噴 買這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自己 瘋狂股市 福利社 底間告訴你 這導動很厲害對不對 最最高 殺最低 誰又該掉這壞毛病 瘋狂股市 瘋狂股市 二月一到天 瘋狂股市 二月光臨 瘋狂股市 是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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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狂股 摩爾證券投顧 0800668085 0800668085 本公司經主管機關核准之 營業執照字號為 111年經管投顧 薪資第014號 本公司已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1月1日